《大股源》 哥哥 你跟我說是《大股源》的記者 介不介意分享幾句 今天過來紀念陳彥霖 有些什麼感受? 我覺得大家都 很多人 大家都不會因為這個疫情而放棄抗爭 我希望大家可以堅持下去 去保底健 你可否詳細講一下 你覺得香港人應該怎樣將這場運動延續下去? 我覺得大家要堅持這份抗爭的信念 即使暴政要出動很多警員來打擊我們 但我們都應該要不為強權 要繼續抗爭 即使 煲底 離我們還十分遙遠 但我們都一定要堅持 就看到你拿著我們《大股源》出的海報 天滅中共 你是怎樣看這件事? 你覺得你是否認同天會去滅中共? 是啊 就好像今次肺炎那樣 即使中共隱瞞病毒的人傳人的事實 就好像國家一開始就以為這個病毒不會人傳人 搞到我們大家都搞到世界都現在這樣 如果不是中共製造了這種病毒 那個叫做武漢水仙市場的海鮮市場 我覺得中共是必須滅亡的 就這次疫情 我相信已經打擊到不少中共的勢力 中共以後在國際上的地位會越來越低 我希望到時候真的引到各個國家的不滿 我相信中共滅亡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好的 多謝你